所以这个礼拜,心情很多时候都很起伏,情绪都很起伏 觉得就是,为什么会在这个年代里面,我们会遇到更多荒谬不公义的事情 我们都求主力去帮助我们 基督徒如果说自己经常读圣经,但是在读圣经之外,就将自己的生活来收藏 不管身边任何事情发生,也都不知道很多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时候 这种信仰,实际上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,一个信仰的生活 一边扎圣经,一边扎保贼,这句话,我相信我们都听过 怎样在这个时代里面,去警惕,怎样在这个混乱的世代里面 去保持一种清醒,敏对,各种思维,能够去时刻警醒,周围发生的事情 并且在当中,为这些事情去祈祷 所以,求主力去帮助我们,很多读圣经都跟我说 今个星期,心情很起乎,很不开心